大家好 我这盆橡皮树养护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长得非常旺盛 之前给它打过一次顶 现在长出三条 分枝也是非常粗壮的 为了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茂密的傍望堂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再给它剪几刀 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子 比我的手掌展开还要多还要大 每隔40天在花盆里面埋了 发酵和刷好的芝麻饼肥 根系也是非常粗壮 非常多 给它剪一刀 最关键的还是在它的生长旺盛期修剪 第二个养分要足 第三 这个枝条一定要达到木质化 这样后期冒出来的芽才会多 从顶端这个位置给它剪就行了 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水平 要剪低一点 这条因为比较高 剪完之后 为了让这个伤口防止 留下比较多的汁液 用浴盒剂给它涂抹一下 有效的锁住水分 接下来我们最关键的就是 把这盆橡皮树放在通风明亮的地方 让这个伤口快速的一合 用不了多长时间 它就会萌发更多的侧芽 一个枝条 萌发两条 就变成六条 六条的新芽 长旺盛了 展业了 更像一盆棒棒糖了 好了 喜欢棒棒糖的花样们 用橡皮树打造棒棒糖 更容易成形 好 再见